好 主持人 马上带来关心到在立法院最新 目前政府正在规划量产前建国造海昆浩 不过却传出前建的专案召集人黄树光 已经向蔡总统请辞 那么是以个人身心俱疲为由 那么稍早在立法院的时候 国防部长邱国正也证实了 不过他说到了这不影响后续前建的打造进度 来听一下他的稍早说法 黄树光先生我跟他有几度共识 我首先我要肯定他 不管做人或者做事方面 他一个相当禁止的一个人 我几乎就每次跟他相处 从他身上我也学了很多 很认真做事情 那这回他请辞当了 他有他的程序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 这要有我看法讲说 他个人的心理感受 我可以感同身受 但是他怎么样去调试方法 不然也是经过一般他的努力 或者很努力来调整 大概他反映出他的身心俱疲吧 但是我觉得对整体工作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还进一步评估 但首先就平常这些工作推动 他都有一个团队的 他不是一个人在那边主导 所以他整个团队平常跟他相处以后 大概要整个方向 整个步调 大家都取得一致 但至于心理上会有时候影响 是我们还有在评估 但我相信对工作推动来讲的话 应该不至于成太大的一个阻碍 好可以听到的 邱国正他是非常肯定黄树光 那也说到了他因为个人为由 身心俱疲 他其实也可以理解 不过不影响后续前建国造的进度 那么被问到 传出可能是由顾立雄来接国防部长 那么邱国正也表示 如果真的是他接的话 其实在国安会里面 也会讨论到一些前建的接手 应该是没有太多的问题 而他自己呢 被问到即将卸任的心情如何 他则是说 原本以为自己的军旅生涯 可能就到上位而已 那么他现在卸任之后 也可以释放压力了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 将时间尽头交换给彭内直播